中原广播提醒游客 食物不外露 但来不及了 猴子大军已经开抢 红色推车翻车倒地 三只台湾猕猴像在挖宝 其中一只打开小包包 扯出尿布 发现没吃的 在往袋子里翻找 另一只则是开心的 享用食物 他都吃完了 他在看 遭大劫的民众站在一旁 目睹猴子翻案过程 毫无奈 我们一离开 然后就马上猴子过来抢了 我一出生 他们就马上就是 漏牙齿这样子 就是凶回来 完全不怕人 不会我就不会再去 民众说当天是去动物园 参加活动 为了下台阶近距离看狮子 才把推车放旁边 没想到庙被攻占 东西不要外露在外面 可能用一些衣服把它盖住 财寿山猴出了名的不怕人 现场募集猴子军团 抢东西快又狠 专家提醒 不想成为目标 别在猴子面前饮食 若真的被抢 不要强硬对质 不要在上面挂任何 跟食物有关的东西 塑胶带也是一样 这样其实就会避免说 猴子会去靠近 婴儿推车 放手给它 我们不要去跟它争抢 在抢夺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被猕猴 可能抓伤 或者是攻击 圆方表示 瘦山动物园是台湾唯一在野生动物 台湾猕猴棋袭地兴建的动物园 改建后推广猕猴与游客构存模式 因此看见猕猴逛大街会是常态 也呼吁游客别让食物外露 圆方也会减少垃圾桶数量 避免猕猴泛找食物 华市新闻新闻君荣浩北高层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